首先,帕金森病是可以不抖动的 我们说的帕金森病的症状 主要是包括静止性振颤 也就是我们说的肢体的抖动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肌肉的强制 所以也有些病人最早的表现 不是抖动,而是肌肉的强制 早期出现肌肉强制的这一类的病人 容易被漏诊或者是被误诊 随着病情的进展 可能逐渐才可能会出现自己的抖动 那么对于大多数的病人来讲 早期的出现的症状是震颤 但是也有一少部分的病人 早期的表现是肌肉强制 不是震颤或者是自己抖动 但是对于一个大多数典型的帕金森病的病人来讲 也可能是以强制为主 但是多多少少也会有抖动 以及自己的政策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